中正大学校友信箱今日发布讯息 表示今年7月Google不再提供无限容量储存空间 因此使用校友信箱的同学 需在5月1日前将储存空间控制在2.5GB以下 因为根据Google在商业模式上面的转变 会比较偏向使用者付费 公益性质的服务会不再那么可靠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偏向 如果要使用云端的话 还是使用者付费 不会再那么依赖学校提供的那些东西 Google公司于去年3、4月公布相关政策 各学校将会获得100TB的容量 可自行分配使用 若今年7月有学校超过分配容量 则会冻结该校使用者账号 学校如果它超出100TB的储存空间 系统会自动没有办法去负载任何的一些资料 变成说收件就是发信件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有问题 没有办法去发送或者是存取任何的一些资料 国立中正大学资讯处表示 学生包含在校生与校友的空间将调整至2.5GB 在职教职员为25GB 而离职或退休的教职员容量也是调整至2.5GB 资讯处也说明5月会先冻结超过2.5GB的账号 使用者将无法上传资料 只能删除既有项目 被冻结的账号若是6月没有改善 则会被资讯处删除账号 校友信箱容量被限制 使用者需要提前注意档案储存容量及规定的时间 以免自己的账号被注销 中正一报记者许璐轩 黄子婷 中正大学报导